HELLO 大家好 我是HA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今天是2023年2月18日 然後這款水族群雄 這是一款放置掛機玩法的三國卡牌遊戲 三檔測試時間2月13日至2月20日 遊戲開局熟悉的東漢末年黃金起義的歷史背景 中間男女形象後直接開始遊玩 初始武將為劉備與趙雲 兩人之間有著羈絆效果 戰鬥系統是比較普通的回合制互看 沒有語音 奧一技能特效 打起來相對單一 之後進行十連抽 有紅將司馬懿以及成將黃中馬騰 上陣五隻武將有陣營加成 羈絆加成 兵種加成 這裡我選了五隻鎖國武將來進行陣營加成 局域玩法還有遠征奇物星盤等創新功能 通過抽卡和養成名將 不斷壯大自己的陣容 組繭出最強大的陣營 接著就是我試玩的遊戲幻滅體驗 好的 來吧 水族群雄 好 這個邊是2月13日測試到2月20日 喔 今天是2月28 那快測試完了 好 那就來吧 大概是三國的放置卡牌吧 這是在9游測試的啊 其他地方可能也有其他的版本 可以選男選女是不是 這種大頭Q版的 這樣子的畫風我比較不愛 好 鋪陣一下 攻城拔戰 好 回合是 護砍 然後放置 欸 有點慢欸 就是說那個HP怎麼那麼厚啊 打到5-6回合了 好 這個是收益 欸 怎麼沒有提示了 沒有提示了 還在打就對了 1-2 這個 這個 有點久齁 仁德之君 仁德之君不是通常都是劉備嗎 所以我們這邊是劉備跟趙雲是不是 對 沒錯 劉備跟趙雲 好 我們就給他引導一下 戰力5萬 我剛剛大概玩了兩三款遊戲吧 都是一些幻名的遊戲 就是我曾經玩過拿到幻名 一款是SRG的 一款是 也是放置卡牌 但是我看起來都是我玩過啊 陸服手遊也是蠻多會換名 上架的啦 不只是台服會這樣說 陸服有的遊戲也是這樣 而且加上有些遊戲 台服比他們還要找上架 我可能也玩過 那這一款我應該是沒玩過 雖然是三國的 三國題材我也玩蠻多款的 我來看一下最近還有什麼新遊啊 今天是18嘛 我再來要20級他會有一系列新遊 好 習俗 有些你要試玩都會遇到一些困難嘛 比如說 帳號問題啊 或者是閃推問題啊 或者是下載問題啊 我這兩天都遇到一些下載問題吧 我實在是下載不了 今天終於修好了 今天9有算修好了吧 已經兩天都不能下載 很多遊戲都錯過了 因為那個是有 有限量的 就是下載人數過多 他就 測試人數過多他就封 他就關閉了 很可惜啊 沒測試到 就玩一下這個 你看這個 十幾天前 呃 幾天前測試的 我現在才拿起來玩 可是我真的沒辦法玩 他給我感覺就是畫面有點小啦 人物有點小 這麼大的畫面 他竟然 這邊都是背景 空曠的背景 然後只有用到這樣而已 他的戰鬥我覺得蠻呆版的 就是你一刀我一刀 你一刀我一刀 有的方式卡牌就是會做的比較好 那這個就做的很一般 好我們來十連抽吧 天降臺 哇 這麼多 是馬藝啊 黃宗啊 馬騰啊 哇 這都是名將啊 三國人物 大家很熟悉啊 至於他們 至於他們是什麼樣的歷史 人設背景 我們也不知道 要看三國演藝啊 都沒看 好啦 有沒有一鍵佈陣啊 沒有找到一鍵佈陣 好我們把 好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你用默認是什麼 編隊 12345 五個 這種通常會有一些陣型變貨 通常會有 我們待會看下有沒有 我剛沒認真看的啊 有沒有陣型 這是加成而已喔 羈絆 好像沒有陣型齁 有兵種加成 單騎救助 陣營加成疏國 你可以全上疏國啊 這樣應該有陣營加成吧 蜀國嘛對不對 打五人有沒有 蜀國加成 然後羈絆加成 劉備跟趙雲 兵種加成要三個相同兵種喔 兵種 我不知道我們兵種有哪些 喔我懂了 這個是劍啦 然後劍的 可是是拿槍是拿弓而已 這個我太知道 有哪些兵種啊 欸我點了沒反應啊 他有點卡是不是 突然又好了 我們的形象好像也無所謂啦 這是一個頭像框而已啊 他的那個角色沒有什麼大招欸 就是通常這種卡牌遊戲的HP下面會有一個怒氣值或是能量值 然後能量值大概在第二回合第三回合就會放技能嘛 然後結果有一些奧義啊動貨啊魚這個都沒有 我這個遊戲很簡易都沒有 打到大概200MB吧 就很簡易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些介面吧 玩法上就是放置掛機 然後沒有福利 好應該是沒有聊天室吧 哎呦 2月18一點多我現在是半夜時間 這遊戲沒人了嗎 測試時間啊還在測試快結束了吧 大沒人啦 可能第一天就開起來看一下嘛 欸欸欸怎麼直接開打了 還在看欸 不是啊挑戰為什麼 喔我要先佈陣吧 直接默認 自由發揮 就你要佈陣一下啊 感覺好像打不過這有點難 沒有跳過功能喔 有點弱 好加速一下 我是屬國啊 屬國他對對方是群熊是不是 群熊舞將 群熊舞舞將 屬國舞舞將 我是不是又失敗啦 哎沒有養成 先不管 養一下養一下 我現在多少 10萬戰力 OK 我現在可以直接練到八十幾耶 今天直播喔 好了沒裝備了沒裝備了 呃快速收益嘛 有沒有快速收益 八八 這個吧 那就可以再養一下 先稍微養一下啊 有點卡 點的沒有即時反應 你看看他轉圈圈 這就是戰力遊戲啊 只是說這個戰力標好快 二八萬了 我玩那個 最近玩那個KOF SNK SNK那個 格鬥 格鬥什麼的 格鬥世代是不是 反正就玩那個嘛 然後 戰力才衝到一百萬 玩了八天才一百萬 課長都已經五百萬了 大課長啦 一般小課長應該兩三百萬 那我那種無課大概一百萬 八天 這個馬上就二十幾萬 這個戰力應該會標很高啊 幾百萬幾百萬再標 幾千萬都有可能 他那個膨脹的很快啊 那個縮放 把免費也拿一下 開服活動 元寶 剩餘活動只剩一天多了嘛 因為那個 已經快結束我啊 我就說我這幾天遇到下載問題啊 那我沒辦法下載 會卡在那邊 不然就下載很慢 然後就卡死 然後就整個斷掉 用別的APP去下載是可以 但是沒有共用啊 別的APP他可能要用手機啊 或是 其他方式登錄 我就沒辦法 因為我這次用酒油 酒油的話 帳號比較好搞 好 那大概是這樣啊 就沒有漁衣 沒有劇情 技能沒有奧義 動畫 演出 也沒有音效 也沒有那種聲音啊 好這個是簽到 新手好禮 有七天 怎麼都元寶而已啊 喔 他這個秀雲 把他進來之後 這邊有一些碎片吧 這個傢伙應該是趙雲吧 趙雲50片是不是 然後我們那個剛剛有做失戀抽了嘛 沒有福利爾 卡池的部分 涼將 名將 衛將 這個應該是每天會更換吧 有沒有 我看一下啊 這個是怎樣 UP次是不是 喔 UP次 這是UP次 還有釋天 概率在這邊 呃 有點低 有點低 三國的特色就是武將超級多 然後都沒有版權 任何人都可以做三國遊戲 好那我們就小小試玩到這邊吧 我們這邊是 群雄逐鹿 黃金之亂 哇這關卡真的超級多啊 你不要看他這個已經30關 搞不好他還有難易度欸 對不對 困難模式 普通模式 精英模式 地獄模式 各種模式 再來一遍 好 祖九論英雄 也是30關 好這也是30 這個 哇這個更多關 中原竹鹿 中原竹鹿 100關 我不知道他到時候會不會再分啊 會不會再分難易度 武勞之戰 這個感覺是開寶箱欸 就地圖探索一些事件 然後去 戰鬥這樣 然後他轉圈圈了啦沒辦法 等一下等一下 好了嗎 Are you alright? 好 裏布 喔劇情在這邊是不是 這邊有對話啊 那就可以跟他們打 賺你好像一百萬欸 沒有跳過有點不習慣 因為我最近玩那個 SNK格洛世代都有跳過 跳過功能 好想跳過喔 天哪 被那個遊戲 養成壞習慣了 結果我們現在玩手 你要自動 要放置 然後不然就是要跳過 更誇張直接跳過 一鍵掃盪 恩恩恩 掃盪卡關 真的是一鍵掃盪啊 好多關卡都一鍵 部本超多 然後都一鍵掃盪 沒有打過就直接掃盪 我來幫你打 共享武將 給其他玩家使用 這麼厲害 共享武將 你那個純手動的 我剛看那個 巴哈姆特的一個 遊戲新聞 天選者 Tera Tera哈 Tera哈 天選者 我平常之前有試玩 蠻好玩的 但是要手動 出沒多久 台服出沒多久 那日服宣布四月要結束營運 大家懂了嗎 嘴巴上說 手那個自動很無聊 那那個遊戲真的給你手動 沒有自動功能 沒有自動功能就沒有人要玩 沒有人要玩就結束營運 就這麼簡單啦 所以那個我最近玩那個 SNK格鬥四代也是啦 我開到三四支斧了 我才玩一個禮拜而已 一堆一堆功能 一堆升級功能 然後戰鬥全部都可以自動 都可以跳過 還不是自動喔 可以跳過 還是一堆人在玩 課長好多喔 可是我不知道課長是全部都是真的課長 這我就不知道啦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好啦這款我覺得啦 就是 跟一般的放置掛機 這款感覺功能比較少 目前比較少 因為我都沒有開嘛 都還沒有開出來 我不知道這些玩法到處會怎樣 就目前就是比較初階的放置玩法而已 就是這邊 就這樣而已啦 然後我是五個屬性嘛 五個書鍋嘛 戰力接近三十萬 這個衝很快啊 好 地公將軍當寶貝斬 我們現在還在一隻石是不是 然後反正就一隻三十啦 再一隻刷吧 肯定沒有那麼少關啦 我覺得這個可以做到超級多關的 再膨脹一下 滿意度再調一下 好那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吧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跟訂閱 我們說 我們再次聽說